大家好 第一次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Pure Ink水墨配畫軟件的創作人 我是王重宇 我想在這個節目每次都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用Pure Ink水墨配畫軟件去畫不同水墨畫的元素 我想第一次我們試一下不如拿石頭來做一個例子去學一下畫 學石頭其實我也要分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歐納石的輪廓 第二個步驟就是我們會在石頭上 刷一些紋理 我們叫做鬆 目的是加強它的立體感 第三步就是為石頭認識 我們今天不如先看第一個步驟 如何用Pure Ink入面的墨筆 可以幫我們勾納到一個石頭出來 其實一個石頭如何才為之畫得好呢 我可以以過往我畫過幾個水墨畫做個例子 這些是真正的 即是用墨筆在畫紙上畫的一些畫作 你看到其實這些山石的特點都是有很多面向上的變化 即是石頭通常不會一個簡單的圓波或者一個方形的 它通常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塊 而每一個面塊的斜度或者它的方向都會有很多的變化 譬如我們現在就從這個角度看這座山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這座山有很多不同的面是出現了 譬如有些面是向著這個方向的 有些面向著右下角 有些面向著右上方 有些是正向著我們自己右右 那很多這些山石其實都是有這樣的處理方法 譬如你見到這些石 有些是向著這個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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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們見到這個位置 那個石直接是有一些落下去 再胡形這樣 又繞出來的一些效果 那我們就想試一下 是用Pure Ink 是勾畫到一些這樣的效果出來 Pure Ink的軟件其實那個介面都相當之簡潔的 有三個類似印章這樣的按鈕 第一個按鈕其實就是這個 繪畫工具的一個面板的按鈕來的 另外兩個一個是跟那個圖形處理有關 一個是跟那個檔案的存取有關的 我們其實主要就是利用這個面板去做事就可以了 那麼在這個面板上面 我們可以控制就是那個墨色的 墨那個的濃淡乾濕 顏色 以至到你那支畫筆上面 含墨那個的份量 當然也都包括你畫筆的大小 那個傾斜的程度 這些 那麼我們其實畫畫第一步 就是要拿對我們需要的那個墨色 那麼如果我們要勾畫一個的山石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墨應該是一些比較焦乾一些的墨 但是呢 又不可以乾到令到這支筆是散開了的 那麼在右上方這裡我們控制那個墨那個濕度 那麼大概呢 這支乾呢 而去靠近左手邊 若膜這個位置 那麼就是我們需要的那個那個乾濕的程度 那麼第二樣注意呢 就是左下方這一支畫筆 這個筆身上面呢 我們可以控制這支筆藏墨的份量的 那麼如果份量是高的時候呢 那麼畫出來的線條就比較飽滿一點的 反過來畫的線條呢 就會比較沙乾乾一些的 現在畫石頭呢 大概呢 那個墨的份量呢 去到那支筆的一半左右呢 就足夠的了 那麼我們可以在紙上面試一試 大概畫出來的呢 應該呢 那個線條會是這樣的樣的 那麼比較 我們看到那個墨色是比較重一點 但是呢 當那個畫筆呢 以不同的速度 運走的時候呢 我們會看到那條線呢 可以很容易有這樣的粗右邊化的 那麼我們呢 如果設定對了那支筆之後呢 其實我們可以將這支筆呢 記低它 記低它呢 有個好處就是 將來呢 我隨時拿回這支筆出來呢 我不需要重新去設定過這些筆墨的設定的 這個做法呢 就是在這個 視窗左邊這裏呢 有一個位呢 可以讓我們儲存這些 毛筆的設定的 我們只要按一按這個加號呢 我們就可以將現在這個 毛筆那個 墨啊等等的設定呢 是記錄在這一格的 我們隨時只要按一按這些鍵呢 我們呢 都可以拿到 之前我們記錄了 設定了的毛筆的 那麼我們最終 我們最多呢 可以設定五支 毛筆的設定的 現在呢 我們是拿這一支筆的 那麼呢 我們可以呢 先用一用擦字膠的 將我們之前畫起了的 這些這樣的草稿呢 然後呢 拿回這一支筆 那麼呢 就確保呢 我們現在呢 是在 我們剛才設定了的 那個效果那裏 我們要的 物啊 那個量啊 各樣都是 我們需要的了 那麼呢 我們呢 就可以在畫紙上面 開始去畫 那麼畫的時候呢 那支筆呢 那個走動呢 最好不要太慢 給它呢 可以快一點點 那麼呢 於是乎呢 我們就比較容易做到一些 好像飛刷那樣的效果 會比較呢 是一個 畫出來的那個 設定的那個 輪廓線的效果的 那麼有時候呢 我們可以調整字筆 小一點 那麼呢 你見我一邊畫的時候呢 我呢 其實都是不斷呢 是在石上面呢 是做很多的 一楷一楷的感覺的 你見到呢 這裡呢 有一楷 這裡呢 有一塊 這裡有一塊 這裡有一塊 那麼這裡有一塊 這裡有一塊 這裡有一塊 那麼呢 於是那塊 那塊 石呢 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波波 而是呢 它是由很多粒粒粒粒 不同的面 呢 是組成出來的 那麼我們呢 可以進一步呢 是再準備一些 又生的線條 那麼呢 就可以呢 是再 在某些位置 呢 加強那個效果 那麼那個目的呢 都是想呢 令到那個 啊 那個線條呢 可以豐富一點 在這裡呢 提一提 各位呢 就是這一支筆那個 模擬呢 它是 模擬一個真實的效果 就是呢 當我一邊畫的時候呢 畫筆裡面的墨呢 是會一邊減少的 所以你看到畫一畫 那個線條呢 會很乾身的 那麼這個呢 都是Pew Ink裡面的一個 設計的原理 來的 那麼希望呢 可以讓我們 畫線的時候呢 那個線條會隨著那個 那個 墨的消耗呢 而產生更多的變化給我們 若然你不想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按一按畫面 左下角這個按鈕 啊 剔除了Reduce Ink 這個選項呢 那麼你 啊 毛筆裡面的那個 墨的那個分量呢 就一路都會保持不變的 那麼 視乎你的需要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那麼 那麼我再加多了一些 比較幼身的 坑紋線之後呢 我覺得那個石的機理呢 就會再強很多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畫石的第一步 那麼 希望呢 經過這個示範呢 你會大概有一個了解 多謝收看